今年迈入第三年的花莲副理稻草艺术季 主题是开心游乐园来到侏罗季 各个农友居民以及艺术家绞尽脑汁创作 12月24号在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升纳登场 一层楼高的巨型破弹恐龙 用稻草以及竹子编织而成相当吸睛 这是今年迈入第三年的花莲副理稻草艺术季 主题是开心游乐园来到侏罗季 各个农友居民艺术家绞尽脑汁创作 12月24号在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旁边盛大展出 用打造猪肉剂这个观念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碳排量越来越多 我们的环境地球一直在暖化 气温不断的在升温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游上我们的环境 怎么用永续的来继续住在我们的地球上 这个环保一定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用我们的恐龙 来作为这个代表的意象 第三季的这个意象 现场徐政卫也同行未眠的到处跟每一只恐龙拍照 也非常认同复理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的规划 认为一年比一年还要精彩 我要谢谢复理香农会对于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永续非常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推动有机农业 复理也是全国第一个在推动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复理我们所有的乡亲们大家自己赏身 今年稻草艺术季仍有往年的主角大猩猩 不过农友技巧一年比一年好 这次更挑战了侏罗纪公园的恐龙 包含了翼龙 雷龙 三角龙 蝶龙等等 将陆续展出将近有15件的恐龙作品 包含了6座大猩猩 以社区农友制作的恐龙小型作品 农会也提醒游客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农民 艺术家辛苦的心血 欢迎游客欣赏但请好好爱护独树一格的稻草作品 记者高商双方一箱采访报道